來看一下 基本上這個地方我賺錢的哪些地方 這個是股市的 這個 我名稱叫做股市 一樣你可以在模組裡面插入個程序 然後呢 我的範圍是for 回圈就是i等於2 第二列 到 G2的最下面 這個應該沒問題 然後next 再來就是判斷裡面的 if 那我要判斷第一個字就laps laps 裡面的話就是說 根據什麼呢 cell i 的話就是第幾列對不對 然後居然 的第一個字 elaps 有沒有 就是第一個字 如果等於什麼 等於這個 這個是一個字元你可以從 畫面上複製貼上可以複製貼過來 或者是你在那個 插入符號裡面也可以找到 那 then 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就把它點 把它select 然後selection colour 如果要變成綠色的話就是 rgb 瓜糊的話就是0255 0 那反之的話向上 就是紅色的 所以這個地方 else if 或者其實你可以 其實反正else 那因為 我們else 不是因為除了這兩個 之外還有0 那我就判斷的話就用else 那如果是 最右 最左邊的那個字是向上 那我就給它 顏色的話就 rgb 然後 r425 00 就表示這個是一個紅色的字 所以我把它執行之後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 這地方 就會根據 我設定的格式 加上去 當然各位可以再參考一下 接下來就是說那個我們剛剛的那個 記得用IE瀏覽器 如果你用Chrome瀏覽器 就不行 因為 Excel的那個網頁核心 是IE 並不是Chrome 因為 Microsoft 他用的是這套東西 他不可能去用Chrome的東西 所以基本上 可以把它加進來 那加進來之後的話呢 各位可以再比對一下 比如這個地方 你也可以 類似這個格式 因為我匯入之後的話 他沒辦法匯入格式 他只能匯入資料